我们发现到台湾地方选举落幕之后 这一次民进党是大败的 站带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宣称民进党会谦卑反省 但是真的吗 因为媒体爆料了 民进党立委疑似是利用权势抢官 让自己的弟弟在公营的企业担任高官 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甚至是怒呛问题太低级 跋扈的态度引发争议 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大败 蔡英文宣布请辞党主席 改由高雄市市长陈其迈站呆 陈其迈上任第一场记者会 两度鞠躬向全民道歉 强调民进党会彻底检讨谦卑面对民意 陈其迈的话油言在耳 政坛却传出民进党立委邱易营的弟弟邱张信 被提拔担任官方持股将近五成的中华航空公司 副总级别的联合管制处长 这个职位负责确保非安工作 但邱张信却是业务出身毫无相关经历 引发华航部尊重专业草菅人民的争议 更质疑邱张信是依靠全市卡位抢官 我知道他会在他的工作上面努力认真奋斗 谢谢大家 邱易营怒向记者神情完全看不到陈其迈声称的谦卑 媒体也挖出邱易营的弟弟邱张信 还曾涉入2019年民进党官员利用蔡英文出访走私香烟案 媒体质疑民进党一边喊检讨 另一边却利用特权安插亲信 所谓的选后反省只是表面功夫 凤凰卫视黄扎藤柯志强台报导